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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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个中产党 今天谈一些下一代的问题 现在很多中产都有子女 如果年纪比较大 就已经面临这个问题 就是大学选科 大学选科好像快到了Drupas 在这里看了新闻 就是联招手轮简科 还有两天截止 港大哪科最直播 我先讲了一件事 我想拉远一点 我最近看了一本书 叫《进击的大学》 有一个日本的大学公关社 我详细没有时间讲 但他讲了一件事 我觉得挺符合香港 他说大学是什么呢 在日本 就是一些永远没有升降班制度的联赛 你永远就是 最高就是东大 京都大学 我们讲次一级就是 慶莹 华瑟达 祖道田 然后就是关关同立 近基大学又再次一级 不会有升跌 好像香港那样 不要讲到日本 中科、港大 就是一级联赛 二级联赛 就是这个 里江城市 城大、浸大 再次一级就是 领大、交大 浸会 浸会是第二级 领大差到城大 也是第二级联赛 你可以在这个联赛上 争先 例如城大领先 李大和浸大 但你永远都不会觉得 城大有一天 会去到中大、港大、科大 这个就是 永无升降制度的联赛 你永远都在那个群联赛上 你可以在那个群联赛上 排先排后 但你不会超越到这个群联赛 而这一件事 你可见将来的十年八年 是不会的 你会不会想到 十年后 城大会变了Top 4 我真的觉得很难想像 起码我在这个圈中 运了那么久 我觉得那个机会就很明 如果跟检科 所以第一件事 年轻人选择科 第一件事是选择大学 没有得谈 就是当然 我如果是一个教育家 我觉得我不是一个从业员 我是教育家 就是为你理想 为你兴趣 为现实 第一件事 一定是选择大学 就是城大Business 城大Law Hong KongU理学士 Fee Law 其实都收得不差 其实现在 你很难想像到 你以为那些所谓的垃圾科 其实排名都不低 我不认识Villa 垃圾科 当然 就是说收生成绩的垃圾科 但其实你讲这个原则 跟我在大学里面 在美国是否这样 我想问 我在美国的时候 选读哪一科 是有些似你的说法 我不理你 我不理你 那科是什么 我就选人 我就选老师 我读书的时候 还有人会觉得 选Poly的帳户 和浸大的音乐 或者浸大的全力 是好些的 宁愿选择这些系统 也不选学校 全力宁愿选择浸大 也不选中大 不选中大 你听我说 因为如果你是电影的production 影视的production 浸大 因为他的人 当时的学生 是多很多的 你的内容好很多 所以那时候是好 但现在没有这些东西 我真的没有人听过 我为了要帳户好些 就读一间次 不 因为Poly是考少一两份训练 Poly是考少一两份训练 也有少少训练 有容易 我说回大学选科的时候 的经验 看看你说得多不合 我中学的时候读书 尤其是去到中六中七的时候 越读越差 就是过去拍拖 过去玩 中七就丢了一年 丢了一年之后 收的时候 有三个offer 一个就是浸会全理系 一个就是港大数学系 一个就是科大数学系 我最终就选了科大数学系 其实有没有什么大的分别 科大和港大 是的 但最低我不会选 你不会选浸大全理系 当时我自己的兴趣 可能是觉得全理好玩些 但是为什么你读科大 不读港大呢 这个问题 当时科大是新学校 港大那时候很闷 只是读数学 那科大那个呢 有些人都会选新学校 因为觉得资源会分配 因为想谷起它 是的 而且他好像说 他科大比较灵活 科大讀数学之余 又可以读读商科 又可以读读物理 其他科学 我最后就选了商科的stream 于是乎 后来就转熟 我讲一个关于科大和港大的故事 大家生活中 科大和港大不会相差很远 我认识一个女生 他现在都30岁左右 但是他以前都不失为一个傻女 就是30岁左右 可能是一个傻女 他在做一些 private banking 做得很好 都可以的 找到钱的 他说 当初他认识港大和科大没有分别 他讀business 他认识了科大 然后不认识港大 他认识到科大后悔了 他说为什么 他说原来科大去到一见到 他问了男生 希望有美女的 希望有好的男朋友 他说 他看到一个男生 他跟他说 你家居住私楼 这么有钱 他说不妙 他说原来香港还有一些富二代落 而科大是完全没有的 所以作为一个美女 你希望在大学找到好东西 于是一定要读香港 不可以读科大 当然 科大到今天 他们做内部的调查 告诉我 因为我还不改过毕业 还有我认识里面很多人 都是说科大的学生 他们的父母 有大学位的比例 是比港大低的 就是他那些是读书 熬出来 初浪屋村长大 很努力 于是乎 凭自己的努力 就进入科大 但是抗于那些 就家庭背景 除了人士 父母的工作 普遍很多有钱的人 一个很有钱的人 他不介意子女学校大 但是他介意子女学校大 所以就会影响 不客气说 你们说上一代的东西 下一代不合理 我又说一些贴身的东西 我说下一代的东西 现在你一进入大学 是不是立即升到富二代 那还不是这个 很难说 现在抗于是否真的有那么多富二代 跟我们那个年代都不同 不是 不是多 和少 因为有多 如果是要富二代 可能就要外国读书 外国一定是 一定是外国的 没得谈的 但香港还有少少 我说第二件事 就是那个兴趣的问题 我告诉你 我是身边 每一年都经过 是有学生问我 怎样可以转系 就是他们经常都会觉得 那个系的前途 是比他们更重要的兴趣 我告诉你 就是当然 很高兴的学生 就不需要讨论 你读什么都一定成功 你怎知道他是为了前途 因为每一个都会告诉我 为什么他想转系 因为我那时候 我读的时候 那些人转系 其中一大院就读不上 其实有很多原因 有些是奇迹找马 入了中大阻的系 然后就是转系 但是我现在说的案件是什么 就是如果你觉得 为了前景去读的话 第一当然 如果有很多学生 最好的例子就是 是工程科学 就是工程科学 在我的年代 就是三条A才可以 现在是5-4-E 都可能慢慢进入 你永远预估不到 那个行业的转变 但另一样更加重要 就是有很多学生 他觉得为了前景去读 然后读到里面不开心 那成绩就不会好 因为他不是最outstanding的学生 成绩不好 他想转系 就是恶性循环 因为你要转系 成绩就要有差不多的 才会考虑给你转 那你又读得不开心 又读得差 跟着你又想转系 又转不到 那你永远都在这个角度 我首先说一件事 如果是为了兴趣而入大学 我想香港95%的学生 应该不要读大学 因为他们的兴趣是 香港谁还想读书 香港谁还想读书 所以他的意思是 起码你不要讨厌那一课 首先不要说兴趣 你为了兴趣 你不可以说兴趣 即是你喜欢那一课 即是你不可以说 现在首先你不要讨厌 应该这么说 如果你很厌恶那一课 或者你搜集多些资料 你发现不喜欢 不要硬去选择这课 否则就像我那些 很deadlock了的学生 那deadlock了怎么办 是最后结果 你不要以为你可以捱得到 现在有很多是 那些要求很高 那些学生读不到 是需要离开 即是你首先要讨厌 你一定要开到毕业 你一定要有个问题 即是要做一些资料搜集 你选择那课是怎样的 我觉得不是那问题 是最重要的就是 你自己觉得你学哪课是好 即是你是拿手那样东西 你不要说你是否喜欢那样东西 我认为大部份的香港 当初我不选择 经济的原因就是因为我数字不好 即是我知道进去经济是讀数 就会很惨 所以就离开了 即使我经济拿个波 即使我中大英文 即是能力 即是能力 不是兴趣 即是能力追不到 你千万不要选择你 那第三样是什么 这个就和周卿大师之前说的一件事 我可以告诉大家 如果理想有前途 越无谓的所谓的 即是你觉得是无谓的是 就越是有机会发展得好 举例 现在港大就搞了叫文理学士 文理学士的意思是 我们要跨科制整俠 我们有文学院又抽些课 理学院又抽些课 读一下人工智能 读一下金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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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最流行的 是 我们这一行断贯建属 都只是用来骗资金融 因为现在我们有一个 叫Top Slicing的机制 不详细说 总之大学每年都要 选择一些课课 那你就要开一些奇怪的 好像很 trendy 的东西 炒一叠的课程 我们的角度来说 跟本身 engineering 或者 business 有个 course 加过 stream 没什么分别 但是 即是 global business journal 周谦大师觉得 没有什么用 师傻着一定要去计计 因为这些月没有 我们眼中觉得 好像没什么差用的东西 政府一定是放很多资源 和人力物力的栽培 你听我 我绝对是赞成这个东西 亦都这么说 其实我觉得 business 也没有什么用 我觉得 economic 更有用 business 完全没有用 只是 global business 现在是 global business 新闻是绝对没有用 香港很多科目都是废的 最有用的 最能够提升你的智力 就是哲学 那些 但是哲学 我有点伤害 我觉得 我认识很多哲学的人 讀上脑 讀坏脑 讀坏脑 就完全不用教育 这样子 现在就比起最差的人 当然不行 教育的都很重要 你遇到教育的老师是好的 因为他 好和差是真的可以差好 很远的 所以老师好不好 不好那些 读了好看很多书 又以为自己懂 在那里讲 哪个哪个哪个 那些 你差那些读哲学 就变了差那些 做哲学的教授 就是 一学生循环 一学生循环 哲学是天才才读得的 但现在就比起天才教的 是没错 所以整件事就是错了 但问题就是那些愚蠢 那些是越读越蠢的 新闻系 business global business 那些愚蠢是教你 教你 新闻系 只能看一天的东西 明天的东西都不记得 那些人就放到那些 我不知道是不是愚蠢 但我强烈建议 一定要选这些课程 因为这些课程 就是政府重点栽培的 就是大学重点栽培的 一定是找最好的资源 譬如现在简单说 global economics和economics 有什么分别 就是global economics 可能有几个课程 和global有关 究竟没有分别 在我心目中 大家都知道 这个课程开来 用来做什么 但你就知道 背后的目的之后 你不读就蝕 这是我听回来的故事 不可以说真实 某年的年宵 有一间大学的global business 为了令到学生 尝试什么叫做生意 包起两个年宵摊位 帮他们进入货 任他们买 接着我的朋友 对面开栋 搞错 这班人买东西 他们学不到东西 怎会学到东西 但是这些栽培 都已经见微知知 知道将来交流 什么东西 肯定是好处 还有他找公义很多 找公义很多 最重要是找公义 因为相关问题 我想提出的 其实我那一代来说 我想你们也是 根本你 你刚才选择很多的 神科 双科 什么呢 他根本是中学的时候 学生是没有什么概念 是 他读中英数 科学科学科 双科 双科 不是 比如说 现在很多人读商科 现在很多人读商科 但是你和中学所接触的东西是很不同 所以他们没有什么概念 现在DSE 就更加少 所以为什么有很多 入了engine 或者 accounting的人 他们会觉得很辛苦 原因就是这些 但是 现在我们选择 就不是说很理想 这是说现实 正如刚才周研大师说 你为兴趣 不如不要读大学 读大学 从来都是为了学位 我们现在是为了我们中产的下一代 那你给什么建议 同学 刚才我已经给了很多建议 准备了 准备了 你都在学界混饭吃 你觉得对那些学生有什么中高呢 在选科的时候 我也是为了兴趣 你觉得是意思 因为我很 outstanding 我就算读垃圾系 我也一样可以出来 可以做得到 正如我有个朋友也是这样 他起初在KongYu读Engine 不知只有1.0GPA 被人踢走 他很喜欢拍摄 那些 去了演艺读 现在就是香港很出名的 其中一个摄影师 赚很多钱 我觉得兴趣得来 当然也是要读得来 你不可以太过 你以为是有兴趣 但基本上是读不来的 有些很容易的科目 有些真的很容易 你的商业也属于容易 有什么人会觉得 管理性有兴趣 例如市场真的很容易 别人都不会有兴趣去读 因为我想出来做经理 你不会因为想做管理性 所以会读商业 这个比较天真了一点 你会想因为想做计划者 而做计划者 但我说一件 我读新闻系 我读新闻系 我都不太后悔 如果我的儿子读新闻系 我可能会打他一身 比较费 因为实际上太容易 读中文系 读中文系 真是叛了 那些真的很难 我看见他读中华诗诗 读几千首诗 很难 你选一科很容易 然后你本身是勤力的 然后就搜寻我 喜欢上我的读读 可以 所以这个也是最后的结论 其实读大学最开心的地方 就是你自己选学些什么 有很多人在大学上读读 但他平时会做自己喜欢的东西 有些人喜欢追求女生 有些人喜欢做兼职 什么都好 如果追求女生 不是有些人喜欢做 是 有些人可以做 有些人做不到 这个就拉得太远 但重点从来都是 为什么我觉得 选择什么 一定要选你读得到 选择一些重点栽培学系 就是因为对你前景好 但是你说真的要学东西 我选这些学不到 学东西在大学 我觉得很多年轻人都没有再有这个概念 就是你自己找回来 就不是靠上读学 上读学只是应付基本要求 我觉得要选择学东西 实际上不如大家来到哪一样东西 哪一样神科 读读完之后找到东西做 即是纯重找到东西做的角度 你香港有谁都想学东西 我真是为了想学东西 想学东西你又不用读大学都可以 想学东西就读大学 在大学有很多资源可以用得到 那就差很远 只是大学图书馆已经差很远 我读大学的时候认识不上 是不过这些 拉太远了 好我们这次就到这里